大家好我是香港小甜心 现在呢在香港的铜龙湾街头 今天呢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通关情况吧 香港已经全面通关了 街头呢人来人往的 大家出街也是很自觉的戴口罩的 虽然现在出街不用扫安心出行 也不用核酸检测了 过关香港呢不用隔离了 直接出街就行了 内地过关香港呢不用核酸检测 只要绿码就行了 国外飞香港呢机场过关 现场呢是需要核酸检测一次的 第二天还要检测一下的 共检测了两次 内地很多地方也放宽了很多啊 也不用天天核酸检测了 是个好现象啊 内地和香港的情况差不多了啊 不用天天核酸检测的 相信呢离全面开放 全面通关呢不远了 香港回内地还是需要隔离的5加3 很多人会问香港怎么回内地方便呢 回内地呢有三种方式啊 第一种就是深圳玩河岸过关 然后分配每天2500个名额 现在香港回内地的名额增加了 正在不断的增加名额 以后会越来越方便的 第二种呢是对于不是广东省内 远距离外省的就直接坐飞机回去吧 机票差不多2000多元呢 第三种是港珠澳大桥巴士回珠海啊 每天有9趟巴士了 香港到珠海有5趟 到中山有2趟 到江门也是2趟 晚上8点的时间呢 出售的啊 大家赶紧去抢票吧 现在通关名额增加了 各个方面呢也放缓了 相信离全面通关也不远了 超技巧吗 光启平 光启平 就装大肠 接着 在那的时候 这事情 是 llegar 对,它是很大的 好,很大的 它原本但是要去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这是鸡蛋,这鸡蛋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 来不强烈推荐吧 下期见拜拜